好 东部地区从事水域油气活动的民众增加了 为了降低民众从事水域油气时的风险 海巡署东部分属第一二岸巡队 30号下午在花莲的商港5号码头举办 区域搜救济海洋污染应变的演练 这次的演练邀及了台湾港务花莲港分公司 中油航港局东部航务中心 花莲县环境保护局舰队分属第六海巡队 花莲港务警察总队以及花莲港消防队等七个单位参演 以花莲港区发生救难以及游物外泄状况实施想定 在火灾现场评估进行拟定灭火关案 此时 关联三百间所一车三人由所长告知主员 目前海上仍有船员落海 必须实施内者搜寻 第一二暗巡表示 近年花莲地区青海活动人潮有攀升的趋向 以往的暗季活动在港口部分赏金人潮也有增加 因此为应变港区以及暗季各项突发状况 藉由此次的演练加强机关间协调以及应变能力 政府大力推动海洋制进政策 国人对海洋的接触 频度逐渐提高 海调 汽水等各式海域油气活动 增多 且海洋环境保护意识抬头 为确保国人生命财产安全 维护海洋环境 本分属 平时及要求所属 落实防御勤务作为 并更续办理救生技能 与海洋污染防处训练 储备救援能量 同时与辖内相关救援及环保单位 建立合作机制 紧密的有军单位之间资源机制 以利状况的发生时 能够争取黄金救援的时效 并将灾害降到最低 以确保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凌桀 欢迎是采访报导